基隆市議員林敏勳在市長施政總質詢中 質詢有關基隆市是否在規劃第二間國民運動中心時 特別是他積極爭取規劃改建好之後的暖暖區行政中心後 也可以規劃設置 可以有一個處於我們自己區域內的國民運動中心 尤其你看到雙北 當然我們經費上次不比雙北新北 那台北市新北市其實每一區 他們區域內都有自己的國民運動中心 那就只有我們家人沒有 那我就說我們也不要求說全區都要有 但是至少這個第二座可以去做一個規劃 去想看看有沒有這個機會 當然您說的這個一樣可以就是並假期區 一樣可以繼續進行 那如果有機會 我們還是希望說比如說大五輪公園 還是說我剛才所提到的這個暖暖區行政中心更新改建案 在裡面是事實上其實也有機會規劃來做其中一層 也是做這個國民運動中心的使用 但一層當然不夠 因為其實國民運動中心它有包含要有什麼游泳 跑雨球 跑步跟很多籃球場 其實它很多必須是它真的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建案 非常大的一個建案 市長謝國良大勳表示將先規劃利用適度的空間 設置社區健身房 長遠上也將規劃辦法鼓勵建築開發商 替市政府蓋社區健身房後再贈餘給市政府 則是可以獲得相對的容積獎勵 那我個人認為是說如果我們可以用一些室內 然後空間大概是50坪到100坪大小的這種室內健身房的一些空間 我們可以市政府在這些空間上面來打造一個類似像一個社區健身房的概念 當我們的追加預算通過以後 我們就可以針對長輩或一般上班族下了班以後 就在家裡周遭附近社區型的來運動 我們可以考慮如果是公有的現場可以用的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用 然後讓健身器材進來 那如果是健身公有的目前沒有 但是我們可以去跟民間來租用的 我們也可以考慮跟民間租用 那另外長遠上我們現在跟杜發處是有研究 我們希望盡快把這個辦法出來 就是未來這個建築開發商在蓋他們的社區的時候 他只要能夠替我們蓋這些空間 然後贈送給我們 那他就可以獲得容積獎勵等等 不過李敏勳還是希望可以繼續規劃設置第二座國民運動中心 特別是基隆下雨天多 有室內運動空間可以讓市民朋友更方便運動 推動基隆成為運動城市 另外李敏勳也質詢基隆是否爭取在地的第一支職業籃球隊 回應大約3萬多名基隆籃球愛好者的期待呢 積極來爭取希望說本市能夠有首支 第一支的我們在地的職業籃球隊 尤其是智傑、泰文城、秋啟義 其實都是我們相當知名的 我們基隆出身的籃球好手 包括我們工程師的教練 我們林冠倫也都是我們基隆市出產的 優秀的教練人才跟籃球人才 尤其是我們這麼多人愛好運動 愛好籃球這項運動 那是不是能夠有機會 尤其體育館就是在去年剛更新整件完成 市長謝國良也表示會積極來努力爭取 基隆市設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職業籃球隊 是我們自己的一個確定我們要做的方向 這個也是我們努力在做的 那一方面我們需要專業的人才 也一方面需要明確要有一個企業 他願意出面來擔綱來做這個事情 所以在這個兩方的各種不同需求的一個整合之下 我們會在議員的指導下 我們繼續努力爭取讓基隆有自己的一個籃球隊 李敏勳希望可以有機會有一支屬於基隆的職業籃球隊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記者吳俊松 記者吳俊松